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,不少车辆将国道当赛车场,平均车速超过时速200公里。 今年9月10月,国道公路警察局就针对14辆车开单,不过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根据ETC资料发现,这两个月国道上严重超速车辆多达31辆,时速最快开到247公里。 高工局副局长吴木傅表示,现已透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国道一严重超速路段与时段,公公路警察局作为勤务安排参考及加强取缔。 大数据分析是透过ETC系统读取车辆通过两个门架间所花时间,再加入两门架距离去计算,就能得知该车辆时速。 吴木傅表示,9、10月特别把严重超速车牌资料调出来看,并跟公警局开单资料做交叉比对。 发现有14辆严重超速车辆都有开单,取缔率约45%,不过违规车牌号码设计的资问题不会提供给公警局,只会告诉公警局哪些时段与路段较常出现严重超速车辆。 根据高工局大数据分析,较常出现严重超速路段,包含国道3号北上大甲、院里、竹林、关基、国义北上五阳高架路段、中立转街道、机场系统等。 周月、十月国道就发现四辆时速超过240公里的严重超速车辆,时段与深夜离风较多。 根据规定,新车超过速线60公里以上,就属于严重超速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,处6000元至24000元罚环。 当场禁止其驾驶,并要扣汽车牌照三个月,若婴儿肇事将吊销驾驶执照。 另外,若两辆以上汽车在道路上禁驶,禁忌者将储3万元至9万元罚环,并当场禁止其行驶及吊销驾照。 高工局表示,透过大数据分析,已可发现严重超速轿易发生时段与路段,呼吁屡屡严严重超速都没被取缔驾驶,切勿新存侥幸,为维护行车安全。 请驾驶务必遵守交通安全规则,依宿线规定行驶,保持行车安全距离。